坚果和种子缓解便秘 杏仁、核桃、亚麻籽等坚果和种子含有丰富的纤维 有助于提高粪便体积,促进肠道健康 坚果和种子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 对于提高粪便体积,促进肠道健康和缓解便秘具有积极的作用 以下是对坚果和种子缓解便秘功效的论述 高膳食纤维含量、杏仁、核桃、亚麻籽等坚果和种子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其中以不溶性纤维居多 这种纤维有助于增加粪便体积,促进肠道蠕动,从而改善排便顺畅度 不溶性纤维的作用 坚果和种子中的不溶性纤维能够吸收水分 形成胶状物质,增加粪便体积,从而促进肠道蠕动 这种作用有助于减少便秘症状,提高排便的顺畅性 可溶性纤维的作用除了不溶性纤维外 坚果和种子中也含有一定量的可溶性纤维 这有助于在肠道中形成胶状物质 软化粪便使其更容易通过肠道 丰富的营养素 坚果和种子含有丰富的营养素 如维生素、矿物质、蛋白质和健康脂肪 这些营养素对于维持整体健康和肠道功能至关重要 抗氧化物质的提供 坚果和种子同时也是优秀的抗氧化物质来源 有助于抗炎和维护肠道健康 均衡脂肪含量 虽然坚果和种子中含有脂肪 但多数是健康的不饱和脂肪 这有助于维护肠道粘膜的健康 促进正常的肠道运动 总的来说 适量摄取杏仁 核桃、辣麻籽等坚果和种子 有助于提供丰富的纤维和营养素 缓解便秘并促进整体肠道健康 然而 在这个追求健康的道路上 便秘问题往往源于多方面的因素 在现代生活中 快节奏和精神压力 可能导致身体循环系统的新陈代谢受损 气血 内脏功能的运行不顺畅 甚至缺乏氧气供应 体内的阴阳不平衡 进而导致排泄困难 无论是从饮食调理 还是精神修养方面来看 都需要身体达到身心灵的健康为目的 才能真正的活出健康 上天赋予了人类疗愈便秘 和身心潜在性的天然力量 如含膳食纤维的水果和食物 我们应当善加利用 大家可以查看本频道中的播放列表栏目 playlists了解更多 或者点开以下文字区的链接 因此除了单纯的饮食调理之外 我们还应该多参与体育运动 以及精神上的放松和保健 通过冥想 静坐 和学习书琴及画画等等养心安神的方法 保持内心的宁静和平衡 乐观快乐的心态 有助于良好的气血运行 更好的帮助消化 促进排便 当我们以最佳的心态 应对外界的压力和挑战时 焦虑和困扰也会相应减少 健康的精神状态是拥有健康身体的基石 将古人的全方位养生之道 融入到现实生活中 因此从养生的根本上助手 祝愿大家活出健康自然美